大家好 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是计算机视觉的发展史 根据思科公司最近发布的预测报告到2012年 在线视频所产生的互联网流量将占到互联网总量的82% 在2016年的时候 在线视频所产生的流量 在互联网的总流量里面占比是73%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是进入了一个计算机视觉的时代 那计算机视觉的应用呢 在很多个领域呢 都有着很多的这个应用 比如说在医疗领域 或者是这个VR领域 自动驾驶领域 工业领域 安防领域 或者是人机交互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领域里面呢 我们都用到了这个计算机视觉 那在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介绍一些这个各个领域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应用 那这节课的话 我们主要是讲这个计算机视觉的这个发展的历史 那讲这个计算机视觉之前的话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关于视觉这个东西 在距离 在距离这个5.3亿年前呢 有一个被称为寒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大概在5.3亿年前呢 这个地球上呢 它还没有多少这个生物 那生物的种类呢 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的这个生物呢 都是在这个海洋里面 并且呢 他们也没有眼睛 只是飘在这个海里面 然后呢 吃各种飘到他们嘴边的这个东西 因为呢 他们也没有这个捕猎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呢 这寒武器这个时期呢 在一个两千多万年的时间里面 突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物 他们不也同的这个 迅速的这个崛起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 节制动物 或者是海绵动物 或者是这个疾索动物等等 那有一个生物学家呢 他就认为 为什么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这个这个时间呢 在如果是放眼整个 这个生物的这个起源的话 这个两千多万年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就是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呢 突然产生了这么多的动物 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动物 那这个这个生物学家呢 他就认为 有可能是在这个时间段呢 就是这一系列动物呢 他们这个演化出了这个眼睛 之前呢 他们是没有眼睛的 没有眼睛的话 其实就是说 他们哪里哪里也去不了 因为他们看不见各种各种东西 那突然他们有了眼睛之后呢 那就有了这个 捕捉食物的能力 同时呢 也有了 也降低了这个被捕捉的风险 有利于这个物种的延续 就是说他们有眼睛之后呢 就可以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 然后呢 吃各种各样 之前可能没有吃过的这个食物 或者是去到他们原来 跟原来他们生活环境 不一样的一些新的一些生活环境 那这个 比如说这个食物的变化 还有这个生活环境的变化 有可能会加速他们的这个 加速他们的这个进化和变异 然后呢 就可以产生各种各样 乱七八糟的 更加更加丰富的一些 形态的这个这个动物 好 那有了眼睛之后呢 那各种各样的动物 它就不断的 不断的进化 不断的进化 直到我们 直到进化到我们的这个人类 那 我们知道眼睛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的物体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呢 那这个达芬奇呢 就发明了 这个光学原理的这个相机 就是所谓的针孔相机 针孔相机的话 它是把这个 针孔相机呢 它本身是不能拍照的 就是说它 它只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投影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物 然后这里有个针孔 这个人物呢 它通过这样的一个针孔 它可以映射到 比如说这边的一个墙壁上 或者是一个平面上 那这个针孔相机呢 它不能记录这个 并不能记录这个物体的这个样子 但是呢 它只能做一个投影 那达芬奇呢 就是把这个 使用这个针孔相机呢 把这个物体呢 它投影的影像给 投影到一个平面上 然后呢 它再对着这个影像 用这个亲笔来进行描绘 然后作为这个记录 这样的话 它其实 相当于是它画出来的这个东西呢 会更加逼真 好 然后 到这个1839年 这个照相技术呢 有了这个新的改进 一个叫达盖尔德法国学者呢 他偶然发现了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感光材料 他就说 他把这个一个银石放在 用点处理过的金属板上 那过了一块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金属板上 出现了这个银石的影子 那这个呢 相当于是 比较早期的一个 照相机的一个技术 那后来呢 他又做了一些 这个新的研究 把这个曝光过的 这个底片放在 这个暗室里面 然后呢 用水盐蒸气来进行实验 解决了这个照相技术的 一个关键的 显影的问题 接着 他又解决了这个定点的问题 从而彻底解决了 这个照相的技术 那之前 这个照相机呢 做这个显影和定点的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在 在这个暗室里面 去进行这个处理 当然现在呢 因为我们都用了 这个数码相机 所以说这些 这些东西 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但是在一些 可能一些比较老的电影里面 那可能出现一些 关于这个 洗照片的这样一些镜头的话 他可能会出现 有在这个暗室里面 摆有很多的这个照片 然后呢 对这些照片呢 进行这个显影和 定点的这个工作 那达盖尔当时他发明的 这个照相机呢 和现代的这个照相机 技术上呢 已经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说这个照相技术的发明呢 应该是 归功于这个达盖尔 好 那这个照相机也发明出来了 那后来的话 在1975年 一个24岁的这个 科达的工程师 他发明了第一台数码相机 这个数码相机 他当时发明出来的时候呢 比较大 重达这个3.6公斤 然后呢 他只能拍摄 一万像素的这个黑白的照片 并且呢 这个照片 就是说这个照片呢 只能记录在这个磁带里面 如果要看的话 还需要将它转化为 这个视频的信号 然后用这个定视来看 然后这里创造一张照片呢 需要23秒 因为科达呢 他是在这个 交片的这个设验领域呢 是 最大的一家公司 就是说这个工程师 他发明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呢 把这个数码相机 带给他的 他的这个领导去 就把这个发明呢 就拿给他领导看 那他领导呢 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明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采用他的这个这个发明 然后呢 这个科达 科达公司呢 还是接着做他们的这个交聘 那他们最后呢 也没有想到 在就这个科达呢 最后是 在2012年的时候呢 申请破产 破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 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 因为他们一直做这个交聘的 交聘的这个摄影 但是呢 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数码相机 所以说交聘 我们基本上已经不用了 虽然说他们是第一个发明 发明这个数码相机的公司 但是呢 后来还是 始于这个 这个数码相机的这个 这个发明 好 那有了数码相机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把 这个图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 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方式来进行存储 好 那这个数据存储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考虑 那这个图像存储下来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来分析这个图像 得到这个图像中里面所包含的这个信息呢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这个MIT人工智能实验室 这个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呢 是在 它有两个实验室 一个呢 是在 计算机实验室是在1963年创立的 然后人工智能实验室呢 是在1959年 这个创立的 然后呢 在2003年的时候呢 这两个实验室进行了合并 那1966年的时候呢 这个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一个教授突发奇想 他想这个计算机能不能像人类一样的去读取这个照片 所以说他就安排了自己的研究生 然后给自己的这个研究生布置了这样的一个课题 就是让这个学生在这个电脑面前呢 连接一个摄像头 然后呢 想办法写一个程序 让这个计算机告诉我们这个摄像头 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好 那其实这个课题呢 在今天来 在今天看来的话 其实也还是 还算是一个买难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摄像头 他可能看到我们的 就是用摄像头来捕捉到这个图片 那我们如果让今天我们来做的话 可能我们会用 比如说用这个图像识别的这个算法来做 识别他看到了什么样的物体 或者是用目标检测的算法来做 就是检测到这个 这个摄像头呢 他看到了什么物体 并把这个物体用一个方框 把它给框出来 可能我们会 类似于用这样的方法去做 但是呢 在当时 1966年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 这个教授呢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以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就让他学生去随便做一下 但是呢 后来他们发现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根本解决不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摄像头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东西 那这个世界呢 也是标志了这个计算机视觉的诞生 然后1966年也称为计算机视觉元年 后来的话 我们按照这个时代来 来进行进行几个划分 在1970年的时候呢 大家研究这个计算机视觉呢 是把计算机计算机视觉这个图片 从二维的这个图像呢 构建 构建这个三维图像来进行研究 然后呢 到1980年的左右的时候呢 就他们用一些方法来 让这个计算机来理解这个图像 然后到90年的时候呢 他们是通过这个统计分析的方法 还有局部特征描述 描述的这个方法 来研究这个图像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呢 是使用这个机器学习 模式识别 这样的方法来研究这个图像 后面呢 到100年的时候 我们是使用这个新的算法 比如这个深度学习这个算法 来对这个图像的进行处理 下面我们再分别的看一下 这几个年代所发生的这个事情 在1970年的时候呢 他们研究这个图像呢 他们会认为 需要把这个图像转化为 从二维的图像 二维的转化为三维 三维之后呢 再进行这个处理 那他 那这个大卫马尔呢 他他所认为的这个视觉呢 是包含了下面的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这个原始 原始机缘图 这里的原始机缘图指的是 基于对场景里面的基本成分 这基本成分呢 比如说这个图像的边缘 或者是区域 这些成分呢 进行这个特征提取 然后呢 再获取他 这个图像里面的 纹理的 这个信息 纹理信息呢 他这里称为 2.5D 这个维度 最后呢 还要提取这个三维的 这个模型 他需要把 他们 就是说 他需要把这个图像呢 转化为这个 三维的一个 一种方式来进行表达 具体这里 我也没有进行 进行这个研究 可能他 他当时只是 提出了这样的一种 研究图像的一种 示威方式 然后呢 到 8.0年的时候呢 8.0年是这个 人工智能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 这个阶段 然后计算机视觉的 研究方法呢 也产生了一些改变 人们发现 研究这个计算机 用这个计算机来理解 这个图像呢 不一定要 恢复这个物体的 三维结构 就是一个平面结构 其实我们也能 对这个物体进行分析 然后8.0年代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方法 比如说 包括这个 几何和这个 代数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 这个 一些这个算法呢 把一些图像 比如说这里是 很多的剃须刀 我们可以对这个剃须刀呢 做这个 边缘检测 把它的一些这种 剃须刀一些边缘 给检测出来 那 检测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对它进行分析 可能是可以分析出来 它这个里面呢 包含有很多的 这个 剃须刀 就是说 我们不一定要把它 这个剃须刀 转化为三维的形式 再来分析 它是不是剃须刀 在二维的这个图像里面呢 我们也是可以用一些 特征剃须的方法 来对它进行研究 那到90年代的时候呢 又出了 又出现了一些 这个 这个算法的一些 一些这个变化吧 那这个年代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展点呢 就是 使用到了这个局部特征 局部特征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这里呢 这两个图 它是两个 其实呢 它都是两辆车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观察的 这个角度不一样 那这两辆车呢 它们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呢 有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标志 那这里呢 这里和有相同的标志 然后这里呢 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呢 有相同的标志 那只不过呢 它们观察这个车 它观察这个车的 这个方向不一样 所以说它这里 得到的 得到的这两张图片不一样 但是呢 其实它们在局部的一些区域呢 局部的一些区域呢 有相似的一些特征 后来呢 发明出了这个SIFT这个算法 那这个算法呢 它是可以进行 进行这个 图像处理的一种描述 那这种描述呢 具有尺度不变性 可以在这个图像中 检测出关键点 是一种这个局部特征的 一种描述算子 那这里呢 下面的这幅图也是类似的 这两幅图呢 其实也是相同的 就相同的这个物体 只不过呢 它们的角度不一样 那经过一些这个角度的一些变化 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其实是相同的两个物体 那到2000年之后呢 那我们研究这个计算机视觉呢 主要用的是这个机器学习 就是2000年 主要机器学习的方法开始盛行 然后机器学习呢 它能够从海量的数据里面呢 去自动的归纳这个 这物品的这个特性 物品的特征 然后呢 去识别它 然后2001年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算法 它能够基于这个机器学习 非常快速的去检测人领 那这个算法呢 就是OpenCV里面的这个哈尔分裂器 那这个哈尔分裂器 在这个OpenCV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会具体的介绍 并且呢 具体的 教大家具体的去使用 它是用来做这个人领检测的 并且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它 其实呢 奠定了这个当代计算机视觉的一个基础 就从这个2000年之后呢 我们用的这个计算机视觉方面 我们使用的这个算法呢 主要就 变成了这个机器学习的算法 然后呢 到2000年之后呢 还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新一代的数据集 那这些数据集之前呢 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所用的这个机器学习 或者是后来用的这个深度学习呢 它们都依赖于这个大量的这个数据集 它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集 来对这个模型进行训练 那这个模型最后呢 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那之前这个算法的效果不太好呢 也是因为没有数据集 那后来的2000年之后呢 就产生了很多的数据集 比如说这里介绍的这几个 其中这里比较大的一个数据集 是这个ImageNet 它里面呢 包含了1500万 1500万张左右的这个照片 然后呢 总共有2000多个分类 那拥有了这么大量的 这个图像的数据集之后呢 我们再来构建我们的模型 那最后呢 效果会有比较大的这个提升 到了2010年之后呢 进入了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代 那就是这个深度学习的时代 那现在呢 在计算机视觉方面的应用呢 基本上 绝大多数的这个应用呢 用的都是这个深度学习的算法 深度学习呢 也从这个本质上呢 给整个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视觉 带来了一场革命 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计算机视觉的话 其实重点还是要学习这个深度学习的算法 虽然说我们也会讲一些传统的 就是之前 可能2000年左右 或者是2000年之前的一些算法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 最重要的还是要去学习 把这个深度学习的算法给学好 因为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深度学习的算法 那它的效果呢 也是比之前的一些老的算法呢 要有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那这节课关于这个计算机视觉的发展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